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第三个单元里面我们讲到目前有关于预售屋履约担保机制 还有这个预售屋履约担保机制中 利用信托的不动产开发跟嫁金信托所产生的一些实务问题 跟各位先进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其实这个不动产信托里面的妹妹嘎嘎其实非常的多 那怎么讲也讲不完 那我想说在今天这个三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时间有限 我想我是把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相关的架构 还有一些我们所常碰到的一些实务上的最基本的问题 跟各位先进做一个介绍 那如果这个如果说整个讲义的中间 那这个各位先进有任何问题都非常欢迎提出来 那我们再就比较细部的部分来做一个讨论 好那我们首先呢就开始这个主题一的部分 那在这个不动产信托概论里面 我想跟各位先进分成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呢就是信托的观念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办理不动产信托的业务的时候 有关于乘坐标的跟受益人的限制 那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在银行办理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的规范 那当然这些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来源 那我们待会的时候会跟各位先进 在做一一的说明 那首先呢我们先就第一个部分 这个信托观念警戒的部分 那因为今天这个上课的时候 我不知道说在座各位先进 之前有没有碰过这个信托相关的东西 那这个考虑很久 那我觉得想在这个上课之前呢 有关于信托基本的概念 我还是跟各位先进特别强调一下 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毕竟 我们这堂课是以这个不动产信托为主 所以有关于这个信托法的一些最基础的规定 我大概只会就跟不动产信托比较有关的部分 来跟各位先进 我们把它挑出来 特别来跟各位先进加强一下 因为这个待会呢在我们后面 在讨论有关于不动产信托各项实物运作的时候 大概会用到 好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信托观念里面第一个 也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有关于信托的定义的部分 那信托法第一条 它关于信托的话 它是有一个定义的一个解释 那这条定义呢 我们一般在学理上来讲 其实我们不是把它看作 什么叫做信托的信托的定义那么单纯 其实这个信托法第一条 它背后引申的是什么 是在我们国家一个信托的成立要件 那我们学法的人大概都知道 这个很多法律要件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个法律要件不符合的时候怎么样 它就没有办法该当它这一项的法律行为 那同样的信托法第一条也是有同样的情形 它虽然名义上呢 就是说你看教科书上面来讲 它叫做信托的定义 其实它隐含的是在我们国家这个办一个信托的 一个成立的法律要件 那在我们国家来讲 像一个这个不动产 它可不可以交付信托 它能不能做信托 那这个东西呢 你就把它套到这个信托法第一条里面来看看 如果成立的话就可以 不行的话怎么样 它就不能够成立信托 其实这个在实物上来讲是蛮重要的 我们待会在后面的时候会跟各位先进做一个说明 好我们先看一下信托法第一条所规定 信托有关的成立要件 好那信托法第一条说 称信托者为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他处分 只受托人依信托本子 为收缘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 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关系 那这信托法第一条之中 这个里面 当然它的妹妹尖尖有很多 像比如说这个信托财产本身来讲 是不是一定要委托人所有的财产 才可以交付信托 那或者是说这个财产权交付信托 那如果是非这个权利价值的财产 可不可以交付信托等等 那我想这个在第一条里面 跟我们不动产最相关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将财产权移转或为其他处分这个要件 那怎么样来说呢 因为在我们国家来讲 其实这个信托本身没有那么困难 各位先进 不要把这个信托想得太困难太伟大 那其实信托就我来看 我觉得信托很简单 信托就是一种什么 就很单纯的 你请人家帮你处理事物 请人家帮你管理财产的一种法律关系而已 这个信托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想各位先进也可以认知到 我们在实物上来讲 我请人家帮我处理事物的时候 最常用到的是什么 委任关系 对不对 而不是这个信托关系 那这个委任关系跟信托关系 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其实呢 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委任关系跟信托关系里面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受任人 处理事物的时候 是用谁的名义 那我们在委任关系之中 这个受任人帮委托人处理事物的时候 他是用谁的名义在处理 用委托人的名义 对不对 像我今天有个房子 委托信义房屋去卖 信义房屋会说什么 某某屋主有个房子要卖 对不对 但是在信托关系之中不一样 在信托关系之中 受托人是用自己的名义 来帮委托人处理相关事物 那为什么在信托关系之中 受托人可以用自己的名义 来帮委托人处理相关事物呢 就要回到我们前面看的 信托法第一条里面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成立要件 就是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 会为其他处分 特别注意到 移转两个字 在我们国家 如果一个信托要成立的话 委托人一定要把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怎么样 移转给受托人 那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财产移转给受托人以后 这个信托财产的法律上的 这个所有权 民意所有权 会移转到受托人的民意之下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怎么样 受托人自己的财产 对不对 那所以受托人当然才能够用自己的民意 来帮委托人处理相关事物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概念会贯穿 我们今天三个小时课程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信托之中 特别是不动产信托之中 很多很多相关的问题怎么样 都是来自于这个产权移转 所产生的 那所以呢 各位先进特别注意到 就是在我们国家 如果信托要成立的话 目前法务部解释 信托是一个药物行为 就是说如果信托要成立的话 委托人一定要把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移转给受托人 我们看第一条 是不是这样写 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 或为其他处分 那也许有的先进会问 这个或为其他处分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边很简单 我们不用讲太多 我们举个例子 一讲你就明白 我今天要做一个地上权信托 那所有权人需不需要先把地上权设定给自己 再移转给受托人 不需要 对不对 他不需要那么笨 他直接设定给受托人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个设定行为就是什么 就是民法上的处分行为 那这个就是或为其他处分 使受托人于信托本子 为受人之利 或特定之目的 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关系 那记得 在我们国家 信托成立的第一个天王 要件是什么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要移转到受托人的名义之下 好 那各位先进有了这样了解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信托观念的架构图 那在信托里面最重要的有三个人 委托人 受托人 跟受益人 那根据刚刚信托法第一条的定义来讲 委托人将财产权移转或处分给受托人 那使受托人呢 这个 依照这个信托本子 为受益之利 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 那受益人呢 是在这个信托契约成立以后 怎么样 可以请求受托人 依照信托契约给付利益 是个受益人 那这个地方重要的是 请各位先进看一下 请问一下 在我们信托之中 委托人 受托人 跟受益人 这三则里面 谁跟谁是属于信托契约的当事人 是委托人跟受托人呢 还是受托人跟受益人 还是三个人都是信托契约当事人 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为什么 影响到我们在办理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要跟谁签约 特别是他意信托的情形 这个委托人跟受益人 不同意人的时候 到底受益人要不要进来签 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那请问一下各位先进 这个委托人 受托人跟受益人 谁跟谁是属于信托契约当事人 委托人跟受托人 那注意到受益人本身 不是信托契约当事人 受益人只是信托契约成立以后 怎么样 可以请求这个受托人 依照信托契约给付信托利而已 但是受益人本身不是信托契约当事人 那这个概念要把它记住 好 那信托人呢 这两个最基本的这个要件 这根架构我们记住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实物上有一些这个很单纯的 一些名词 这个要把它记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我们不动产信托的实物上来讲 也会常常碰到 那因为今天的话就是说 因为这个我不确定 在座各位先进是不是都有这个信托 或是不动产的背景 所以呢 可能我就是先把这个 就是说那个层次部分 我先稍微降低一点 我们就一些比较简单基础的部分 还是要跟各位先进说明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实物上常见的 几个信托的这个分类的名词 那这个在办理不动产信托的时候呢 实物上也很重要 我们首先来看自义信托跟他义信托 那怎么叫自义信托 自义信托就是委托人跟受益人 为同一人的信托 叫做自义信托 那他义信托呢 就是委托人跟受益人 不同一人的他义 就叫做他义信托 我想各位先进 也许会说 这个好简单 我早就知道了 那但是呢 我想问各位先进一个问题 我们在实物上 办理不动产信托业务的时候 如果可以 这个客户的需求 如果可以做成自义信托 也可以做成他义信托 请问一下各位先进 你们会帮客户用自义信托 做规划 还是用他义信托 做规划 你们会优先用哪一个做规划 他义信托 刚刚有先进讲 用他义信托跟自义信托来讲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自义信托跟他义信托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税的问题 那记得 这个自义信托 原来的责上来讲 没有税负的问题 但是他义信托要科什么 赠与税 那因为他义信托要科赠与税 所以我们在实物上 像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标地 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在实物上帮客户规划的时候 怎么样 如果能用自义信托 就帮客户用自义信托 千万不要用他义信托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Mega 我们待会在后面 讲这个不动产买卖家金 乘务的这个买卖家金 交易信托的架构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再提到 记得 我们在实物上帮客户规划的时候 怎么样 原则上来讲 能够做自义的时候 就做自义 那甚至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实物上来讲 有的这个业者 为了规避这个赠与税的问题 那甚至呢 明明是他义信托架构的时候 怎么样 把它硬奥成自义信托 那这个 特别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公义信托跟私义信托 那这个就 实物上来讲 就比较简单 就是看信托目的是否会公共利益 那如果是这个 为了公共利益的 就叫公义信托 如果不是否公共利益的话 怎么样 就叫做私义信托 那公义信托跟私义信托呢 最大的区别 就是公义信托在符合 一定条件下 可以享有这个税负的优惠 好 那第三个 明是信托跟这个商事信托 或者是又叫营业信托 我们一般叫做营业信托 那明是信托跟营业信托的区别呢 就是看这个受托人 是否以办理信托为业 那如果这个受托人 本身是信托业法上面的信托业者 像银行跟这个证券商的话 我们就叫做营业信托 受托人是以经营信托为业 那如果受托人本身 不是经营信托为业的话 怎么样 像这个他的受托人 如果是这个律师 会计师 土地代书 建筑经理公司的话来讲 怎么样 就叫做民事信托 那民事信托跟营业信托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怎么样 就是民事信托 不是用这个信托业法的相关规定 还有经管会的一些相关的 这个原则的一些规定 好 这个是信托 简单的分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信托的基本属观念里面 还要看一些 就是说信托行为的无效与撤销 这个在我们实务上 做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也常常会用到 好 根据信托法第五条 在我们国家 信托有四种情形是无效的 那第一个呢 违反这个强制或禁止规定 第二个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那违反强制制禁止规定 简单而言怎么样 就是违反法律规定 那这个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 我想这个也很简单 那在实务上来讲 在不动产信托里面 比较有疑问的 是第三跟第四 我们来看第三个 以进行诉用或诉讼 为主要的目的的信托 也无效 这个在学理上来讲叫做什么 叫做诉讼信托 那在实务上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今天呢 这个客户拿一个不动产来交付信托 那交付信托以后呢 如果这个产权不清楚 那这个收托人跑去跟人家打官司 请问一下 这个信托是有效还是无效 是有效还是无效 那或者是说呢 今天这个 我把我的债权交付信托给收托人 那结果呢 这个债务人不还钱 那这个我收托人要去打官司 那这个信托是有效还是无效 以进行诉认或诉讼为主要目的的信托 那这个地方特别的 跟各位先进强调一个这个概念 这个诉讼信托本身无效 它本身这个当时其实它的这个起源 其实怎么样 其实比较有点荒诱 那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这个信托法立法的背景 我们信托法民国85年就是1996年订定的时候 当时主要是抄什么 抄日本的信托法 那因为在日本信托法上面有这一条 进行诉认或诉讼为主要目的的信托是无效 但是呢 日本制定这条的背景是为了什么 因为日本信托法 我们在那个1996年的抄的时候呢 是抄日本1922年的信托法 我们1996年抄人家1922年的信托法 请问一下1922年是什么时候 民国11年 请问一下日本那时候天皇的年号是什么 对对大政 大政天皇这个很厉害 那当时日本还是军国主义时代 所以这条呢 这个立法的背景是什么 是要为了维持民风淳朴 避免这个人民互相告来告去 它的背景就跟我们那个清朝的时候一样 各位先进有时候看电影跟那个小说 这个清朝的时候怎么样 难叫深渊 对不对 这个官员出来以后 出教以后 第一个指令是什么 先抓去打20大阪 为什么 因为打完以后呢 还要告官怎么样 就证明你却有冤屈 那这个是早期的思想 就是防止这个人民 不喜欢人民心颂 但是呢 在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宪法明定怎么样 人民有诉讼的自由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一条 已经不是这样解释了 所以现在这一条呢 你要把它那个主要目的化起来 就是说 这个信托呢 这个不动产交互信托以后 发生诉讼或诉怨怎么样 没有问题的 它是有效的 为什么 除非你是以这个诉怨或诉讼 你有挑唆包揽诉讼这种情形 就是以挑唆包揽诉讼为主要目的的这种信托 才会无效 所以不是信托打官司就无效 那我们在实物上办这个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常常有人会问到 这个我今天跟人家这个不动产可能会有纠纷 那我把这个交付信托以后呢 跟人家打官司 这个信托会不会有无效的情形 其实不会有 有地方跟各位现金讲一下 那另外呢 第四个 这个部分 就是实物上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实物上呢 这个以依法不得受让特定财产权之人为受益人 这种信托本身也是无效 那这种信托呢 在这个学理上叫做什么 叫做托法信托 那我们在实物上 我们待会后面会讲到 这种托法信托在目前实物上来讲 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最常碰到的是在哪里 就是耕地 耕地交付信托 农业发展条例33条的耕地 那我们知道农业发展条例33条有个规定 司法人怎么样 不可以成为这个耕地的所有权人 对不对 那它的主要的这个用意呢 是怎么样 防止财团炒作这个耕地 那如果这个耕地都拿去兴建这个财团炒作 去兴建这个豪宅的话 那这个将来就没有地方可以种食物啊 对不对 所以农业发展条例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在实物上来讲 很多财团就很聪明 对不对 农业发展条例是说 这个司法人不可以成为这个耕地 自然人可以 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财团的名义 把这个耕地买下来以后 交付信托给这个财团的董事长 董事长是自然人嘛 对不对 我登记在董事长的名下 那我是用信托关系给他 那这个董事长呢 就成为这个耕地的所有权人 董事长是自然人 我再以这个财团为受益人 可不可以 在实物上有很多人用这种方式来做 那请问一下各位先进 这种做法可不可以 这个信托有没有效 这个信托其实就无效 为什么 因为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怎么样 那这个农业发展条例 三条怎么样 就成为巨文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信托法里面有一个原则 请各位先进特别注意 特别是我们在家里 办理这个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到的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不能够成为这个财产的所有权人的话 他也不能够成为这个财产交付信托的受益人 这是一个天王的条款 请各位先进特别注意到 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怎么样 不可以成为这个财产的 这个登记的名义所有权人的话 他也不可以成为这个财产交付信托的受益人 不然的话依照信托法第五条 这个第四款的规定怎么样 他本身是无效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信托的撤销 那信托法第六条有一个 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条款 叫做行托行为 这个有害于委托人之债权人者 这个债权人可以申请撤销之 那这个他撤销的这个要件呢 只有一个有害于委托人的债权者 那这个什么叫做有害 我们目前在这个司法实务上 这个有害的定义放得非常的宽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司法见解 对于这个有害宽到什么程度呢 他只要呢 债权成立在前 信托成立在后 后成立这个信托造成前面这个债权怎么样 难以受偿 他认为这个就叫有害 那这种情况就就可以撤销 那请问一下各位先进 在我们国家来讲 这个信托的法律关系稳不稳定 稳不稳固 稳不稳固 我们在实务上来讲 这个把这个不动产交付信托 有很多种目的 对不对 有的是为了这个开发 有的是为了管理 有的是为了传承 对不对 那现在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 我是不是交付信托以后 就可以安心了 还是说这个信托关系 很容易被撤销掉 这个在我们实务上做的时候 要特别考虑到 请问一下 这个有害容易达成 如果在座各位先进有学法的话 我们这个信托法第六条 这个撤销的这个要件 好像在哪里有看过 对不对 在民法244条 对不对 民法上有一个法律行为的撤销 对不对 但是在民法244条里面 它有分第一项跟第二项 那一个是无常行为的 第一项是无常行为的撤销 第二项是有常行为的撤销 那我们一般在实务上来讲 这个无常行为的撤销 实务上叫做什么 叫做异异异 容易的异 那这个有常行为的撤销 在实务上来讲怎么样 叫做难难难 为什么 因为有常行为的撤销 怎么样 你必须要证明这两个人 是有合议 两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实务上这个证明非常的困难 但是在无常行为的撤销里面 有害 像我们刚刚那个情形 有害容易达成 非常容易达成 所以我们目前在实务上来讲 这个信托被撤销的件数 其实怎么样 非常的多 那如果各位先进 如果你有查司法院的判决的话 大概有一千多件 所以我们在实务上做这个 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对于受托人的 对于这个 受托人在承接的时候 对于这个委托人的背景 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有欠债情形的话 怎么样 就要防备 这个信托被撤销的 这个相关的问题 那为什么要防备 被信托被撤销相关问题呢 各位先进想想看 我今天把一个不动产交付信托 信托期间20年 对不对 那这20年 这个结果呢 这个信托呢 在19年的时候 被人家撤销了 那请问一下 我们目前撤销以后 这个法律行为的无效 是塑及既往 还是从那个撤销时点之后才无效 塑及既往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你这个受托人 19年之中干了什么事情 全部无效 全部要恢复原状 可不可怕 那所以 在承接这个 担任这个受托人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有时候 我们现在都讲 这个实务上来讲 担任这个 在我们国家做这个受托人 怎么样 是一个高维行业 那因为你不知道 哪天撤销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要去恢复原状 那在日本来讲 他们这个撤销完以后 怎么样 不是塑及既往 是从撤销之后 才开始无效 那这个风险比较可以控管 那但是我们国家不是这样子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在帮你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实务上 这个通常 这个对于信托 特别是不动产的撤销 是什么人去撤 其实 反而不是律师会计师 反而都是什么 都是债权银行 去撤销 只有业界内的人 比较 大概知道这个 美美嘎嘎的所在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办理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信托基础观念里面 跟不动产有关的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关于信托财产的特性 那什么叫做信托财产 我想这个很简单 就是因为信托行为所取得财产 就叫做信托财产 那在信托财产特性里面呢 我们介绍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信托财产的同一性 一个叫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那什么叫做信托财产的同一性呢 就是这个信托法第九条 说受托人因为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 灭失 回省或其他室友 所取得财产权 也叫信托财产 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 因为客户交付信托以后 这个信托财产不会始终一成不变 对不对 客户拿一千万交付信托给受托人 受托人可以拿这一千万 拿去买股票 拿去买房子 拿去买汽车 那买来的这个房子股票汽车 要不要属于信托财产 当然要属于信托财产 对不对 不然的话谁敢交付信托 那这个就叫做信托财产的同一性 因为它是属于信托财产的变形 所以我们把一个不动产交付信托以后 出租的租金算不算信托财产 算 那卖掉之后取得的价金算不算信托财产 算 那甚至呢 这个因为蔑失回损 火灾地震之后 所顶取的这个保险金怎么样 保险金也要属于信托财产 那这个叫做信托财产的同一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信托财产的第二个特点 叫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在我们信托法上面 因为这个信托成立以后 这个信托财产要移转到 受托人的名义之下 那这个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这个财产怎么样 不是受托人自己的财产 对不对 这个财产的实质所有权是谁的 受益人的 那我们在信托法里面呢 为了防止这个受托人侵占信托财产 所以我们设有很多防止受托人侵占财产的规定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那什么叫独立性呢 就是把这个信托财产 从受托人的自有财产之中独立出来 这样才能够防止受托人侵占财产 好 那我们来看看信托法上面有关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有哪些 那信托法第十条 当受托人死亡的时候不属于受托人的遗产 那因为属于受托人遗产 交给受托人继承人分一分 这个叫做什么 会造成受托人侵占信托财产 那信托法十一条 当受托人破产的时候 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破产财团 那交给受托人的债权这个分一分怎么样 也会变相造成信托财产 经常受托人个人债务变相造成 这个受托人侵占信托财产 那另外呢 实物上比较重要的 是信托法十二条 对于信托财产原则上不得强制执行 那请各位先进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信托法十二条 它讲的是什么 对于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请问一下对信托受益权可不可以强制执行 可不可以 信托受益权可不可以强制执行 这个是我们在实物上 被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常常碰到的问题 可不可以 信托法十二条 如果各位先进 因为我这边没有副条文 那各位先进如果有手机的话 你们可以查一下信托法十二条的原文 信托法十二条是什么 对于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但是有三个例外 那第一个信托财产存在于更产之权利 那第二个呢 应处理信托事务所生之权利 第三个 或法律利用规定 那我们现在重点在第一个 对于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那 对于这个信托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不包含什么 信托受益权 所以我们在实物上 特别是这个不动产开发信托的时候 常常怎么样 常常有建商的债权来扣压建商的受益权 对不对 那所以各位现金要特别注意到 信托财产不可以强制执行 但是怎么样 信托受益权可以 好 那另外呢 信托财产是债权也不属于该信托财产的债务不得抵消 可以抵消的话一样会造成变相 拿信托财产清偿债务 那不是由民法混同的规定 什么叫做混同 当债权债务关系归属于同一人 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 这个叫做混同 那最典型的这个来讲 简单的例子来讲 今天爸爸跟儿子借一百万 结果爸爸死亡以后 这个爸爸的债务由儿子继承 这时候儿子又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 有没有必要让他继续存在 没有必要 所以让他混同而消灭 但是在信托里面呢 这个受托人的债权 跟这个信托财产的债务 这个虽然名义上都是属于受托人所有 但是呢 实际上是分属不同的主体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让他混同而消灭 那另外呢 信托法24条 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分别管理 这个都是信托最基本的要件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信托财产的公式 那什么叫做信托财产公式呢 讲白话来讲 就是信托财产的登记 那以应登记或注册财产权权呢 像我们在办理不动产的时候 不动产怎么样 就是应登记或注册财产权权 那他呢 目前主要是依照这个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 来办理信托的登记 那我们在这边呢 讲一个最基础的概念 就是说 假如今天我办信托的时候 如果我只有办理所有权移转的登记 没有办理信托公式的话 请问一下 这个信托的效率如何 有没有效 有没有效 我把不动产交付信托 有 但是呢 没有办信托公式 没有办信托的登记 只有办理所有权移转的登记 请问一下 这个信托有没有效 有没有效 有效 各位先进特别要记住这个概念 在我们国家来讲 你办完信托以后 没有办理信托的公式怎么样 只是不可以对抗第三人 那本身来讲 这个信托怎么样 在内部关系来讲 是绝对有效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信托关系的消灭 以及宗旨 那信托法62条说 信托关系什么时候消灭 那信托法62条有讲三个情形 第一个信托行为锁定事由发生 第二个信托目的已完成 第三个信托目的不能完成而消灭 这个地方请你把信托目的不能完成而消灭 把它画起来 我们在实物上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在做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比如说建商破产了 那建商破产了 找不到负责人 找不到人 那这个信托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 还是怎么样 那通常我们就可以引用这个信托目的 不能完成而消灭 把这个信托关系把它终止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信托关系的提前终止 那在信托法的规范里面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信托可以提前终止呢 很简单 摆平所有的人就可以提前终止 所以在自益信托的情形呢 这个委托人或其继承人 依照信托法63条的规定 可以随时终止信托 但是呢 如果在他意信托的情形怎么样 就必须委托人跟受益人 受托人 这个委托人跟受益人 来共同终止信托关系 那接下来呢 这个信托关系消灭以后 剩余信托才能归属 信托法65条有一个顺序 原则上来讲 第一个呢 看到信托行为的约定 那信托行为没有定定的时候 就给受益人 没有受益人的时候 就返还给继承人 那最后呢 这个受托人的责任 什么时候结束 就是做成结算 依照信托法68条 受托人就信托事物质处理 做成结算数据报告书 取得受益人 信托监察人 或其他归属权利人 承认的时候 整个信托关系消灭 好 那我们信托基本的概念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办理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有关于乘坐标的 及受益人的限制 我们在实物上来讲 这个办理信托的时候 特别是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对于两种标的 要特别注意 哪两种标的呢 第一个耕地 第二个是公有土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耕地 那耕地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农业发展条例 33条规定 司法人不得承受耕地 那除非是符合 34条的农民团体 农业企业或农业试验机构 取得这个许可者不在此限 我想这个各位先进 对这一条 应该都耳熟能详 那这条的问题呢 也生出来 除了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托法信托以外 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银行可不可以办理 受理耕地的信托 行不行 行不行 因为我们在中南部的地方 有很多 那很多人有这个耕地 都有管理的需要 所以他们就想 这个看 可不可以找间银行 来办理这个交付信托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因为银行是属于什么 司法人 那当然这条规定很奇怪 因为我们在信托里面来讲 我们说信托怎么样 它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 对不对 那你银行担任受托的时候 又不会有这个财团 炒作耕地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行 那但是拍谁 我们现在在整个 不动产信托的这个理念里面 主管机关是抓什么 因为我们在整个土地 目前这个土地管理里面 不动产的管理里面 很多的这个监管机制 都是抓什么 抓这个所有权人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同样的 这个抓所有权人 监理的概念 到我们不动产信托的时候 有没有变 没有变 那像那个内政部 他们还是怎么样 还是抓所有权人 那所以呢 这个法务部就发了一个 很奇怪的喊 他90年 他就说 因为这个 耕地交付信托的时候 所有权人是谁 是银行 那银行是司法人 那当然不符合 这个农业法案条例 33条的规定 那这个他也不管说 这个土地 实际上 其实这个时候 应该是收益人所有的 也不管这个受益人 是不是自然人 反正就只要你这个怎么样 形式上的 所有权人是谁 所以呢 这个 法务部90年 就有一个喊 他说信托业 特别是银行怎么样 不可以受托管理 处分耕地 这个要特别注意到 那以前呢 如果在座各位先进 有这个金融行业的先进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以前很多银行怎么样 有吃过这个亏 特别是在中南部 那有大客户来说 我有这个 好大一笔不动产 想要交付信托 给你们银行 这管理费要多少 没问题 那这个银行 心冲冲的觉得 好像找到大客户了 结果弄一弄 弄了半天怎么样 哇 耕地 这个不能移转所有权登记 那不能够移转所有权登记 刚刚 依照我们刚刚看的信托法 第一条怎么样 这个信托就没办法成立 对不对 没办法成立信托 所以这个特别实际上 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这次带到这边 我的感觉 现在我先走 我先带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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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我先带到这个 我先带到这个 那边 我先带到这个 我先带到这个